未來一年來 再做一對戀愛中的情侶 第一就是槍戀 我會把其他四百五十萬做一次好 李諺最近在八點檔 抛一下表現亮眼 深受粉絲喜愛 不過其實她一路走來並不容易 年輕的時候因為家境不好 幫忙扛家計 一次還打了兩份工 我記得我剛畢業的第一年 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 在我阿姨的公司上班 在就是一個化驗室的打烊 六點之後下班回家裡吃個飯 就去附近的頂號打工 做到晚上十二點 一天上班將近十六個小時 當其他人還在玩樂的時候 李諺已經忙著打工賺錢 就這樣硬撐了一年多 只是當年的辛勞 也讓身體留下了病根 那一整年我都 每天都在吃藥 我一顆饅頭 可以從早上帶進去公司 到下班六點離開 我那顆饅頭還在 可能吃八個兩口 吃也痛不吃也痛 我那一整年就是 很不適應出社會的狀態 當時要討生活 養弟弟還要付房租 另外他回起 當時弟弟要找一養午餐 六百二十元的時候 也是湊出來的 真的沒有錢 剛搬回來都很辛苦 然後要租房子什麼的 那我後來 我把我鋪滿的錢都倒出來 大家湊一湊 總共六百二十塊 就一大把零錢 我不忍心 我弟弟帶這麼多零錢去學校 腳怕被同學笑 然後我就把那個零錢拿去樓下 雜貨店換成一百一百的 欣慰的是弟弟成年後 也幫忙賺錢 家裡經濟才漸漸好轉 如今節定感情不僅親密 離業在事業上 也闖出了一片天 三天新聞許紅超理會台北報導